各位朋友們好 我問 看到這題的時候 就想說 其實小學 在上自然課的時候 都會有介紹到水的三態 水的三態呢 有冰水 以及氣態的水的氣 在實驗中 從水凝固成冰 這件事 是可以在作效中做出來的 但是 從水蒸發水的氣 這件事最有難處 因為第一個方法 他總共有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說 找一個容器 放水 放在空空的地方 慢慢消失嘛 但是這樣 如果太好時間了 有些 然後小學老師 就會直接用火加熱 可是呢 用火就有一個 前代的危險 所以 我們這次 這款軟體 就是用 動畫的方式 讓學生知道說 把水加熱之後 它會怎麼蒸發 然後它在 迎接成為 小學生物 再循環 我們用到感測器 有按鈕 還有可變電阻 這兩個按鈕 是在控制下一頁 跟上一頁 這警示燈 紅色 是正在作備 紅色燈 它正在加熱中 綠色燈 是在軟 它已經加熱完成 它是在可變電阻 它可以控制火的檔 至於動畫的部分呢 我們一開始實驗開示 這就是第一頁 第二頁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控制火的檔 這個是 等一下 讓我總拍一下 會拍 有點 很棒 好 我們動畫的部分呢 一頁 過去之後 它就會 可以 剛剛各位評審商 有看到 加熱完成的時候 上面不是有幾個 看起來 就是雲嗎 這實在表示說 水的氣上去的 可以到 比較空中的 的 鬼風氣 再加上 凝結和所形成的小水珠 就是所形成的浮域 但是如果它是在靠近地面的時候 就比較多 滑 不知道 然後 靠近路 有時候就是滑 很酷 好 好 好 然後 之後我們 我們 這個 其實 原本是想讓它 我大小可以控制它的 時間 可是因為有些時間的防備速還沒做到 這就是我們希望可以改成的地方 所以 我們在聽過時 我們會先選擇 我們要的感測器 再來 分工 像這次就是 我來負責 那個拍照線 然後接線 然後它會負責寫程式 然後動畫 然後寫動畫 然後我在旁邊寫 感測器 還有感測器 腳會接來 它就是負責寫程式 跟它的動畫 就是我的 我就是 我裡電腦的事情 還是我裡電腦外的 我是 很好 這都真的不錯 那 它那個卓底看到 隨便的時間 你沒有看 隨便的時間 所以 因為 這點真的 比較有挑戰性 前面一個小時 它不知道為什麼會很難 它有一點說 這點比較難去模擬出來 但是 就是之後如果 有機會的話 就來試試看 對 不錯 這做的比較容易 因為其實這個 節目本身就 有難度了 對 這個節目 對 這節目說得很刺激 不難 對 對 對啊 很厲害的 很不錯 所以你在學校有做過 類似這樣的實驗嗎 有 有啊 之前有 沒有這麼多模型的感覺 對 但其實我們做的實驗室 就真的 整套 我就是用酒精針代替 整套都做完了 所以你們之前做實驗室 在資訊科 還是自然科 自然科 對 自然科 對 自然 的內容 好 輸到資訊 你有什麼感動 就是可以讓整個學習片的更有趣 更生動 也可以增加一些互動 提高 然後學生對於自然 或其他科目的 的 興趣 做其他 學習的 每個六年級 態度 都有點興趣 好 還有兩分鐘 可以沒有再 告訴老師們什麼事情 可以幫你們搶到分數 來 其實如果有的話 我想去 試看看 水如果直接變成氣派 不管是不是 要在什麼樣的操縣下 那才能試試看 直接變成氣派 水直接變氣派 這一句話有問題 就是直接從 所以本來就會變成水增氣派 從冰變成氣派 是的 是的 這件事情 然後他 結果是 過程是怎麼會樣學 行程作用是怎麼會樣 去試著把他講回來 可忠 可忠會講 我沒有胡平 胡龍牛 可忠會教你 水 因如何直接變成水增氣派 平常不容易打 對 因為這條件很少見 可忠好好學 這個很有趣 很厲害 這條件很不錯 想消毒 請教你 另外問一個 算是題外話 像您這樣子 在學校學程式 隨著一段時間 那以後會想說 要去讀跟 程式有關係的科系嗎 呃 我目前沒想法 但我國中已經宣定 要讀一個安樂 安樂 安樂是什麼 就是那個季同士的安樂 那邊有一間製造工具 哦 加油 比較是屬於動作作 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我今天有參加遊戲組 部分 可是 很可惜差一名 可以 在這條件上 加油 不錯 好好 那就這樣 好好 辛苦了 辛苦了 好